所有人都同意 孩子出生之后的两年实在太重要了 可是为什么又没有人记得这两年发生了什么事呢? 心理学家弗洛伊德的理论说 这是一种主动遗忘 是大脑对婴儿时期就产生的欲望和情绪 进入成人心灵的一种压抑 但当前弗洛伊德的理论 无论是在生物学界还是心理学界 都不再被主流研究认可 而科学家在其他的研究中发现 不只是人类 其他动物也有婴儿期遗忘的特质 刚出生的时候接受的刺激跟形成的反应 在长大后就会消失 需要再次训练才能学会 看来婴儿期的遗忘背后 有着普遍的生物学依据 今天的科技参考 我就介绍一下这方面的结论 你可能会问 我已经长大了 这跟我能有什么关系呢? 其实这里的规律 给我们育儿的时候提了一个型 那就是让孩子从婴儿时期 就多出门逛逛 这和他们的记忆功能的发育 密切相关 2014年 诺贝尔生理学医学奖 奖给了三位科学家 因为他们发现了构成大脑定位系统的细胞 具体来说 这些细胞分布在大脑的海马体中 海马体我们不陌生 它位于大脑的内侧 长度在10厘米左右 因为外观有一点像勾着尾巴的海马 所以得名海马体 海马体有两个主要功能 一个是对短期记忆的存储和加工 另一个是定位导航 而定位导航功能 虽然在很早以前科学实验中就被发现了 但它的物质证据到底是什么呢? 一直没有人知道 2014年的诺贝尔奖 奖给的这三位科学家 就是找到了海马体中的位置细胞 当时这些科学家发现 当小鼠走过一个迷宫的时候 如果动态的监测 小鼠海马体中的神经元 就会发现一种实时编码的过程 小鼠没往前走一点 就有一部分神经元被激活 小鼠继续往前走 就有另外一部分神经元被激活 如果把走到的地点 跟被激活的神经元 这种对应关系编上号的话 比如说走到地点大A 海马体中小A区域的神经元活跃 走到地点大B 海马体中小B区域的神经元被激活 走到地点大C 海马体小C区域的神经元被激活 就会发现 当小鼠第二次 第三次 第四次 第五次走进这个迷宫的时候 大A对小A 大B对小B 大C对小C 这样的对应关系是固定的 换句话说 对于这个迷宫而言 小鼠的海马体已经把探索过的区域编码后 存储到神经元中了 更有意思的是 如果在一个交叉路口 往左拐 无论怎么走都没有任何奖励 而往右走 会在下一个路口得到实物 那当实时监控神经元的设备打开的时候 我们就能发现 每当小鼠走到这个交叉路口的时候 都会停下来等待一会儿 然后做出决定 而等待的这几秒钟 小鼠海马体的神经元 会按照一定的顺序被一一激活 而且如果把神经元激活的顺序 对应到迷宫地理位置的编号上 你就会发现 这些位置竟然就是连续的 就是小鼠平时走迷宫的路线 很明显 当小鼠停在那个路口 脑子里就是在回忆之前走过的路 顺着这些记忆 回想当下一个路口 向左转会遇到什么 向右转又会遇到什么 于是 这些针对地理位置进行编码的神经元 就被启名为位置细胞 在位置细胞发现不久之后 依照类似的逻辑 科学家又发现了 其他三种和空间位置有关的神经细胞 它们是边缘细胞 头像细胞 和网格细胞 和位置细胞的逻辑是类似的 就是 海马体内的神经元 也会给不同的边界边码 不同的头部朝向边码 不同的空间网格边码 最终 几千万个神经元 参与到边码的过程中 共同形成了 位置加边界 加头部朝向 加网格的综合信息 而这种组合信息 会生成场景的记忆 就像前面那个例子里说到的 最初只是往左拐 往右拐 这样基于位置的信息 最后却可以被小鼠用来判断 哪里有实物 于是一幅信息丰富的认知地图 就在小鼠的脑中出现了 我们就可以把这样的认知 当做人们通常所说的记忆 因为这个时候 这些认知里已经不止包含 位置跟导航信息了 还包括了和位置相关的刺激 这种刺激可能是一种情感体验 也可能是对某一种食物的食欲 通过对高级到人类 中级到小鼠 低级到软体动物海阔鱼的测试 科学家都证明了 对于生物体来说 记忆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 而且记忆的原初形态 或者说记忆的本质 就是位置信息与导航信息 位置信息反映的就是客观上的坐标 导航信息反映的是 生物体自身和位置的动态关系 而海马体越发达 对位置与导航的信息就越敏感 与此同时 科学家还在小鼠的对照实验中发现 生活在周遭乱七八糟 比如有各种纸条 滚筒 塑料管的那些小鼠 比生活在周遭环境整洁 一尘不染的小鼠 海马体中多了四万个神经元 海马体的体积也大了15% 对海马体认识的加深 颠覆了人们对神经元的观念 从前人们认为 成年之后神经元就不会新生了 只会逐渐的减少 像阿尔兹海默症病人那样呢 神经元减少的就更加严重了 但实际上不是这样的 在一个特定的区域 也就是海马体中的齿状回 这个部位 神经元是可以新生的 而这些新生的神经元 就是用来应对复杂的空间和导航 进而把场景和刺激化成记忆的 说了半天 还都没有说到人们为什么 不记得两岁之前的事呢 原因是这样的 如果长大之后还能记得起两岁的事情 那一定是长期记忆 而长期记忆是海马体 把短期记忆筛选 整理 送到大脑皮层之后才形成的 在婴儿时期 海马体并没有发育成熟 所以他就没法胜任 对短期记忆进行整理筛选的任务 也就没能把相关的内容 送到皮层 形成长期记忆 所以我们当然不记得两岁之前的事情 在最新的研究中 科学家发现 海马体中不同类型的细胞 发育的快慢是不一样的 对小鼠的研究是这样的 在它们出生几天之后 第一次睁开眼 爬出老鼠窝 开始探索周围环境的时候 头像细胞就成熟了 接下来几周 位置细胞成熟 再过一周 网格细胞成熟 这个发育时间是对小鼠而言的 对人类来说 小鼠出生后第17天 大约对应人类的2岁 出生24天 对应人类的6到10岁 我们可以回想一下 其实何止是2岁之前的事情啊 6岁之前的事情 我们记得也不是很多了 所有能想起来的 基本都是照片 录音机 视频里的那些片段 或者是父母亲友 总提到的那些片段 所以那些点状的内容 其实并不是我们长期记忆的结果 而是别人长期记忆的结果 在后来灌输给我们的 6岁之前 我们自己记住的东西 实在是少得可怜 这其中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 承担着记忆加工功能的海马体 是天生就能发育出 位置导航 进而和情景记忆勾连起来的呢 还是说 这个发育过程 受后天经历影响很大呢 因为有些事 确实是时候到了 就会发育了 不管你是毫不在意 还是专门为此折腾一番 得到的结果都是一样的 比如说 学走路这件事 北美印第安人的一些部落 就有一些奇怪的风俗 婴儿出生之后 要被绑在木板上 全身笔直的包裹起来 不能下地 土著们就认为 只有这样 今后的孩子才能长得健壮 大约要绑一年的时间 别看绑了一年之久 但这些部落的孩子 今后依然是剑步如飞 比城市青年 更会打猎 更会骑马 但有些父母担心 孩子落后的起跑线 孩子九个月的时候 就给买一辆学步车 生怕学走路晚了 其实走路这件事 就是到了时候 就自然会的 那么海马体的发育 到底是前者还是后者呢 在一系列的研究中 海马体的发育 受学习的影响非常大 两岁之前的空间改变 环境刺激 对大脑的影响非常重要 婴儿可以从自己爬开始 大脑中的位置细胞 网格细胞就开始放电 对环境进行编码 形成短期记忆 尽管这些记忆 并不会变成长期记忆 童年时期 环境的自由探索度高的那些孩子 都拥有更高的空间记忆能力 解决问题的能力 和逻辑推理能力 对一些残疾儿童的 恢复性训练也发现 那些能推着车出门活动的孩子 比只待在家里的孩子 有更好的认知能力 和语言能力 所以 虽然我们两岁之前 甚至六岁之前 都不记得什么具体的事情 但这几年 我们的大脑 其实开放了一个窗口 以最大的可能性 让我们塑造海马体的发育 错过了这个时期 才相当于输在了起跑线 但如今 城市生活的便利与不便利 都在大幅减少 孩子的自由探索时间 便利指的是 绝大部分需要出门的事情 都由快递解决了 甚至连娱乐 都可以在家中 体验到极致效果 不便利 那更是比比皆是 哪个家长有时间 或者有胆量 让孩子自己在外门 自由探索呢 于是相比几十年前 今天的孩子在六岁前 更多的待在室内 这种随社会变迁 而出现的大规模改变 到底会在今后 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目前还不好说 但起码我们要意识到 事关空间记忆能力 推理能力 记忆力的海马体 可以在六岁之前 通过大量的自由探索 发育的比其他孩子更粗壮